谁说担任健身教练甚至参加健美比赛是年轻人的专利呢 接下来我们一起来看这一位已经50多岁的黄于婷 从瑜伽跑步到健身 他不断的挑战自我甚至还参加了健美比赛 在台上展现身体的丽与美 看起来身材相当精实的黄于婷 不说你可能不知道他其实已经50几岁了 当时为了身材开始跑步 然后又一头栽进重训的领域 好那12个字嘛吸气壁气压胸夹背扭地夹腿 我跑步很认真地跑可是我发现我没有瘦 对所以我就想说那就开始来做其他运动 遇到启蒙教练然后我很认真地跟他上课 两个月我的身材就改变了 对那其实这就是一般人要的吧 就是要在镜子里看到自己更紧致 然后更有力量肌肉量都上升体脂肪下降 黄于婷的经历也鼓舞了其他人 尤其一路看着他从跑步转换到重训 后来还成为了教练 甚至参加健美比赛让人打从心底佩服 他本身就令我非常佩服 因为他已经也是有点年纪了 可是呢他可以愿意他有勇气 然后去挑战他一个未知的一个领域 因为以前我们是在跑步认识的 然后看着他这样一路过来 真心非常佩服 那我也想说让自己去试试看 曾经担任过黄于婷主管 以及教官的专业教练 也经常以他的例子来鼓舞其他的学生 尤其他更希望中老年人不要自我放弃 只要有心都有机会达成 中老年人他遇到的挫折 就是可能身旁的人不止此 我觉得追逐梦想的权利是每个人 就是不论几岁都应该有的 那挫折是一定会有 包含我们每个人教练在训练或是在比赛 一定会遇到挫折 那我觉得就是他相信他心中的信仰吧 对我觉得这是他能够帮助他最大的地方 那我只是给他一些方法跟方式 但主要是他心中有一个坚定的信仰 只要每一天的自己都能比前一天更进步 就相当时的鼓励 抱持着这样的信念 下一阶段黄于婷将挑战建立比赛 继续超越自我 记者高清风 林景瑜 吴秋采访报导